好 全周男女官新准政副总统赖清德跟宋美清 520就职典礼即将就要登场 那其实呢 非常多的民众一早7点的时候就涌入现场要来管理 最特别的当然还是赖清德在万里老家的乡亲 是包了大概10台的游览车来到现场 而且呢 他的亲戚呢 也亲自来到现场要给他加油打气 我们一起来访问一下这个赖清德的亲戚 那姐不好意思 您是赖清德的哪位呢 表姐 表姐 那今天大概是几点起床 六点左右 那是不是要来现场就是历听他 想要跟他说什么话吗 就很开心 然后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然后他一路上这样走来 家人其实全部的家族都是很支持他 对 然后也祝福他未来 希望在台湾能够让走上国际越来越棒越来越好 那对于这个赖消新政府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期许 呃 就希望可以从世界看到台湾 对 就是我们未来会在台湾就是发光发热这样子 对 越来越好 那今天是自己来对不对 对 我们是自己来 嗯 不过背后好像有蛮多这个万里的乡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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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台 十台游览车 对 初孤而已哦 还没有细数 蛮多亲友来祝贺这个时刻 对 那是不是很多亲戚跟朋友都有就是相互号召要来参与这个重要的时刻 当然一定要啊 一定要来支持他 而且这个是这么历史的一刻 他当总统 对 所以我们绝对支持 有私下传军级跟他说加油啊 呃 我们前一阵子有有碰面啊 有有祝福他 对 一起吃饭之类的吗 呃 没有有一些聚会 对 之前 然后当面跟他说加油 有有有有有 对 好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可以听到这个赖清德的亲戚呢 是表示说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可以参与这个重要的时刻 因此呢 其实很多家族都一起来到现场帮他加油打气 万里的乡亲也是包了大概十台的游览车 粗孤呢 是非常多人 大概是有四五百人来到现场力挺他哦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赖清德的第二个故乡 也是他的本命区台南呢 也大概是包了十台的游览车来到现场 都是要为赖清德来加油打气哦 甚至这个台南陈大医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也都亲自来到现场 要见证赖清德这个重要的时刻